美联社美国夏威夷珍珠港12月7日店,大约20名幸存者今天聚集到珍珠港,大年77年前在日本袭击中丧生的数千人,他们与官员正要,建议军人和公众代表一起,在当地时间上午7时55分,即1941年12月7日,日军空袭开始的那一刻,进行了莫哀。 当年空袭开始时,18岁的海军二等兵约翰·马斯鲁斯正走出福特岛的食堂,去看望在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服役的一个朋友,他回忆道,他们受伤了,炸弹和炮弹在水中爆炸。 我去帮助那些因为伤势太重或其他原因而无法游泳的人,帮助他们上岸,从加密弗尼亚州盲亭为由,来夏威夷,参加纪念活动的马斯鲁斯还记得,他把伤员备到食堂,放在从军营里找来的床垫上。 当时在科蒂斯号水上飞机,母舰上服役的罗伯特·费尔·南德斯回忆说,自己被吓呆了,他说,我还有点紧张,我很害怕,我当时17岁,想去看看世界,可我卷入了什么? 一场战争,是为今年94岁的老人,每年都会从加密弗尼亚州斯托克顿来到夏威夷,参加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。 美国印度洋道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说,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一天付出的惨重代价,他指出,共有21艘舰船受创获沉没,170架飞机被毁,2400多人死亡,其中包括军人和平民。 他说,尽管蒙受了这些损失,但他并没有动摇美国的精神,事实上,他令美国充满了斗志,随着幸存者步入台北之年。 他们的数量不断减少,也日益被视为名人,他们说,人们会向他们所要签名,要求与他们合影或自拍。